因为有时候你存骨呢 你会发现 我存了好几年 但是明明每年都有领到骨息啊 每次打开券商的那个系统的时候 就会发现 我账上的未实现水益还是赔钱耶 最好的情况呢 就是自己就来打造 存骨记录表咯 当然咯 我们每次来教大家怎么记录 就会有表格要来大放送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打造存骨记录表 今年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哦 我们的除全希望季哦 延后了 虽然延后 可是还是一样会领到骨息的 不要担心 只是呢 大家知道吗 领到骨息之后 究竟赚钱还是赔钱 你有在记录吗 没错 因为有时候你存骨呢 你会发现 我存了好几年 但是明明每年都有领到骨息啊 每次打开券商的那个系统的时候 就会发现 我账上的未实现水益还是赔钱耶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哦 我觉得每一家的系统它不一样 有的系统呢 会自动帮投资人调整成本 有的系统并不会把你配息拿到的这个钱呢 记录下来 不过呢 为了要能够统整 对 可能不同的系统啊 你在这边存骨或者这边存骨 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最好的情况呢 就是自己就来打造存骨记录表咯 我们就来看看存骨记录表到底怎么做吧 存骨记录表呢 其实表头呢 大家可以自己设计 但是呢 我们里面有几个重点一定要列出来哦 比如说呢 那当然包含了你买进或卖出的日期 还有你今天到底是交易是什么种类 比如说买进或卖出或是现金鼓励等等 那再来呢 包括了你的成交价 股数 成交金额 还有包括了手续费或是证交税的成本 再来呢 当然就是最后你的交割金额 我们在买卖股票上呢 基本上会遇到几种状况 包括了现股买进 零股买进 现股卖出 零股卖出 现金鼓励 还有股票鼓励等等 那我们呢 就挑比较常见的来进行示范 第一个呢 是现股买进 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要怎么填这张表哦 如果今天我是现股买进一张 元大高股息 又又呢 会在上面填入 0056 就是元大高股息 借此呢 就是离心说 哦 我这张表呢 是因为我买了0056 所以建置的 那再来呢 日期呢 比如说是2021年的6月6号好了 那我们今天是现股买进 假设呢 今天成交价是30元 我买进一张 所以股数是1000股 那么成交金额是多少呢 是3万元 但是呢 你买进股票呢 还有有手续费的部分 手续费怎么算呢 就是成交金额乘以0.1425% 那我已经算好了 这个手续费的金额呢 会是42元 因此呢 最后呢 你要交割的金额会是 3万元加上42元 但是因为这个钱是我们从口袋里面拿出去 所以这边呢 会是负的3042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公式呢 我已经建置好了 这边呢 它是会等于所有的股数加总起来 那这边呢 成交金额呢 一样 就是把所有交割金额加起来 最后 我就会知道说 我目前持有的股数是1000股 成交金额呢 总共我花了3042元 所以平均每股的成本呢 就会是30.04元 我们接着继续用这张表格来示范 我们来做现金鼓励 如果领到的话 要怎么记录呢 假设呢 今天元大高股息呢 一股配1.5元 通常呢 它都会有一个汇款的手续费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领到1490元 要怎么记录呢 假设今天我领到股息的日期是 2021年 假设8月31号好了 好 这边呢 悠悠会填入现金鼓励 那因为我其实没有成交 可是因为它配息给我 所以成交金额刚说的是 假设它一股配1.5元 所以这边是1500元 那其他的成本呢 因为刚提到贵费的部分是10元 好 因此呢 实际 我可以领到的金额是1490 好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下面呢 诶我的持有的股数不变 还是1000股 但是因为我回收了1490元的现金 所以我的实际的成交金额呢 花费的金额剩下28000多 所以呢 我的平均每股成本呢 就会下降到28.55元左右 又又 刚刚帮我们示范的是 拿到现金鼓励 也就是配息要怎么记录 那我有个疑问 如果它今天哦 是配股呢 它配发的是股票股利 又该怎么样记录呢 嗯 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电脑画面 虽然呢 元大高股息呢 它没有配股票股利 但是呢 我们为了方便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表格 继续示范下去了哦 假设呢 今天呢 它配股票股利 0.5元 表示呢 投资人可以拿到50股 这个计算公式呢 是股票股利 除以股票面值 再乘以股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怎么记录哦 假设我们今天可以拿到50股 那配发的日期 假设跟现金鼓励 是同一天好了 所以我们在日期 一样填入同一天 那基本上呢 颜色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设计 把它调成 你觉得比较好辨识的 譬如说呢 我觉得 股利的部分呢 股票股利我想要看到紫色 然后呢 把它改成一样的字体 你就会发现 啊 其实你之后呢 只要是现金股利就是红色 股票股利就是紫色 你就会比较好辨别 那在股数的部分呢 刚刚讲了 如果它一股是配0.5 所以呢 我有一张 我可以拿到50股 这边呢 我就可以发现 诶 我的股数在我填入50之后 我下面呢 我就会看到 我的持有股数变成1050股 因为那是因为 我们刚刚呢 有设定 这边是一个加总的公式 好 再来呢 因为没有成交金额 也没有其他的成本 这边也都是0 所以呢 我们的持有股数变成1050股之后呢 我的成交金额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呢 相处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平均成本呢 就会下降到27.19元左右哦 知道股票的平均持有成本哦 当然就可以对照现在的股价 知道自己是赚钱还是赔钱哦 嗯没错 所以最后呢 还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这张表的制作流程哦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制作表头 最重要的呢包括了日期买进货卖出 成交价股数或是平均成本等等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填入你的交易记录 不管呢你是买进卖出还是现金鼓励股票鼓励等等 你就呢以照不同的资讯写上对应的相关的内容 再来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计算你的平均成本 当然了算出你的平均成本之后 就可以跟现价呢去做比较 就知道自己赚钱还赔钱 就可以当做买卖决策的参考了哦 当然了我们每次来教大家怎么记录 就会有表格要来大放送 所以大家呢可以扫描QR Code来下载 或者是在内文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有连接网址哦 嗯如果大家在使用上呢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留言 或是到悠悠的粉专跟大家互动咯 那我们就下堂课见咯 拜拜